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跟进这个DNEX DNEX在之前呢我就有分享 我就说不要去追高 最好呢是等他 回调买上涨 呀 呃 看来他和我讲的时候应该是在这边 他最后呢就跌到这边 这个支撑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筹码风 所以他就跌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就弹回去了 就没有机会呢 跌到这边就是MA20 然后就弹回去然后继续往上重 今天呢更是在突破这一个筹码风的最顶 最高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这一个 十字星 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盘整区呢 你之前之前是这个嘛 之前这两条线 现在他已经往上移 变成这两条线了 这个他就是他最新的盘整区 嗯 这样才需要继续追吗 这个呢老实讲呢 他我觉得还是很冒险 因为这边有个前高主力 如果再看远一点的话呢 他这边也是有啊 嗯 肯定是有这边有一些人 是肯定会有些卖鸭的 因为 之前这边的时候就是跌下来嘛 所以有这个阴影 很多人也是很担心 因为历史重演 这样就会有卖鸭 套利 这边赚钱的人 这边就会卖掉哈 也是因为有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的认为呢 如果真的是要操作这个的话呢 还是要等到他回调买上涨 也就是 回来 弹上去 等这个机会 可能 可能是没有追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来讲呢 是比较安全一点 操作 可能会设置一些赚钱的机会 但是也会有可能呢 会安全一点 会保险一点 当然这个是看个人的 风险跟资金跟管理 你的钱 你自己做足 我还是认为呢 应该要 等到回调的时候 在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马路 OK 当然这次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